新北市林口昨天下午发生了重大车祸 有一辆油罐车在几乎没有减速的状况之下 直接从后面撞上了停在路边受捡的砂石车 造成了撞上去的这台油罐车的驾驶重伤送到医院 事后呢被撞的砂石车驾驶指控说都是警察啦 把他拦下来开单的时候呢 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在车子后面放山三角锥来警示后车 也没有测量安全距离 他说是这样子才造成车祸的发生 通道路上一辆蓝色砂石车疑似超载 警方发现立刻追上 警察冲到砂石车前拦住下车准备开单 但下一秒 一辆化学逃车从左方冲出来 车头被削掉一半还不断冒烟 开单远景赶紧冲上前查看 这只车撞出车 人家在里面 警惕通报救护车支援 化学车驾驶被救出倒在地上 表情痛苦 但怎么会发生追撞意外 警察拦我 然后要开单 然后开到一半就听到声音就撞上来了 差不多七八分钟吧 你有没有吓到吗 有点 回到案发现场 刷子车停在快车道 教室的化学车车头撞得惨不远堵 操车也凹了一个大洞 只是在快速道路上开单 会不会太危险 还原整个过程 警方时期到中午 先在台15线发现违规 刷子车一路追上 在台61线桃园卢竹段 将刷子车拦下 没多久油管车 一次没注意就从后方追撞 但刷子车后方没发现 有放置三角锥 提醒后方驾驶 警方取缔被质疑有问题 最后连罚单也没开 取缔的范线远景26岁 警砖29骑 今年8月才分发到新装分局 还是个菜鸟 单独取缔有瑕疵 被质疑是不是抢业机 该一名驾驶不愿意配合 所以我们同仁在 把他引导到前方 发现该闸道口是 台15线慢车道 汇入台61线快车道的一个闸道口 如果再往前引导的话 会影响该处的车流 也会更加危险 造势化学车驾驶 没注意前方也有责任 只是菜鸟警察取缔过程有出师 恐怕也难辞其咎 记得周宽展桃源报道